我想毛活最… 我過過四個這麼探靈 我一個搶身 我唯有搶身 謝謝 Rocabilly到底是什麼? 是音樂? 是時裝? 還是一種生活態度? 因為我家本身小時候 我爸爸媽媽都是聽 《貓王》、《Vittles》那類東西 到差不多八十年代 《Stray Cat》出來了 覺得很棒 就開始了 音樂上是這樣 懷舊、復古 我想電影影響比較多 我們的雙色 首先要說到 就是藍釣人和K-13 建立了一個 叫做Dirty Boogie的服裝品牌 隨後就認識到Felix 因為Felix有一對復古的車隊 叫做SRBC 看點的 一開始看了出來 是想師傅看點的 是的 看看點 不如說 搞一對樂隊吧 大家都覺得挺好的 不如就搞一對樂隊吧 Rocabilly除了音樂外 還有橫跨車、服裝 第一次組樂隊 我們要梳行的頭 你練習樂隊 可能不會這樣做 但我們會刻意梳行的頭 去拍照 例如今天我和Barry 穿這種鞋 叫做Cripper鞋 它也是一種 五十年左右流行的鞋款 現在穿出來 有人會覺得 挺好看、挺有型的 就是這樣 但以前會在旁邊笑著你 加入樂隊 你看看… 賭神 類似這樣 賭神 我們凡是五十年代出現過的風格 其實我們都在新碟上 會想嘗試一下 所以可能會有些 Roc一點 比較像Ettico 更多結他 或者有一點慢版情歌 像五十年代 我們所謂Odys的情歌 都會有不同風格出現